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坦言会付出巨大代价 而如今以色列正在全面开启七线战争 包括什么 包括加萨 里巴嫩 叙利亚 约旦河西岸 伊拉克 叶门 以及伊朗 暴声隆隆 加萨地区 风火连天 以哈双方持续交火 是近五十年来冲击最大 预估超过两万人丧命 五点五万人受伤 中东军事动荡 不安情绪蔓延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重磅示威 目前正处待多线战争 点名七个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外媒评论这番话暗示军事行动恐怕扩及整个中东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内埃及多架五人机被击落 伊朗支持的叶门叛军青年运动不断攻击国际商船 扰烂红海的全球贸易 以色列更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专家分析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军事实力排名第一 如此警告渴望达到震责效果 以色列政府发布这个声明我们在推出 第一个他可能弹药又不够了 然后那借此这个强义声明 赶快叫美国赶快再提供相关的炮弹或军火 然后赶快解决加杀冲突 以色列决心要瓦解武装组织 预告哈马斯战争将持续好几个月 事实上以哈战火不只是远远尚未结束 而且战事还有扩大的趋势 包括美军在鸿海就拦截了 叶门叛军高达十多次 而伊朗则扬言他们说他们要报复以色列 暗杀伊朗的军事将领 连印度现在卷进去了 他们已经在阿拉伯还部署了 飞弹驱逐舰 特别是外界就官场发现 我们发现为了要和中国一拼高下 印度最近一再积极的冲刺军事实力 全球军力的排名竟然已经排到了 全球第四名 印度海警队小心翼翼保持安全距离 一路护卫着船只 因为印度洋最近很不平静 一艘载运化学品的邮轮 人行经印度西岸印度洋海域时 遭到无人机袭击 船身起火 结构受损 还有后份进水 这是印度洋海域首度发生袭击事件 也让印度政府升起最高警戒 誓言保卫航海 这位方杨学们也被打避民洋海域 香港人也被拼击 人们也被封印度洋海域 也被封印度洋海域 我们也被封印度洋海域 也被封印度洋海域 我们也被封印度洋海域 除了他们在封印度洋海域 所有人都被封印度洋海域 没有什么的 很像这个国家 美国的国家 对于美国的国家 对于美国的国家 不认为其他国家 对于美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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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伊朗否认到底 但印度政府严肃看待 近期不断发生的攻击事件 同时早就着手开始布局 大规模海军建设 作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印军80%的防务装备 及配件依赖进口 三军主战装备 号称万国牌 虽然近年莫迪政府 为提高本国国防工业水平 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政策 但效果并不理想 如今的伊朗 已经成为全球地缘风险的 重大变数 不只是在以哈战争当中 制造了红海危机 而且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 的一份报告指出 伊朗已经翻转了数个月以来 放缓浓缩又计划的做法 现在开始在增产 接近武器级的浓缩又 换句话就说 伊朗的蠢蠢欲动 正在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 漫天尘土的沙漠地区 一枚飞弹直冲天际 这是伊朗2023年开发的 凯巴弹道飞弹进行试射 据说最大射程达2000公里 说明伊朗想发展核武的意图 似乎早就蠢蠢欲动 伊朗是否秘密藏有地下核武设施 根据专家分析 如果真的藏在地底恐怕连打击都很困难 另外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一份报告指出 伊朗已经翻转数个月以来 国际间要求放缓浓缩又计划的做法 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 正在将又浓缩到百分之六十 接近武器级的程度 伊朗澄清没有做任何新鲜事 一切都是符合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的框架 但农错又是生产核燃料的关键步骤 还是让许多国家相当不安 从1950年开始发展核能的伊朗 技术到底进展到哪 以色列伊朗两国本来都是亲美盟友 但现在却把对方视为最大敌人 互相控诉 但根据美国国防部指出 伊朗其实已经有能力 在12天时间制造出一枚核弹 至于已经一段时间的缅甸内乱 竟然还持续在动荡 中国看来似乎已经逐渐失去了 对缅甸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外交部不是才刚宣布吗 他们说他们已经帮忙瞧好 他们已经停火了 结果立刻遭到打脸 因为最新的影片显示 缅甸反抗军在北部还在继续打 正在传出连缅甸政府军的 一辆中国制的东风猛失装甲车 都被反抗军摧毁成废帖 缅甸北方三兄弟联盟10月27号在缅北发动联合攻势后 就一路把缅甸军政府压着打 外界都相当关注最新战况 缅甸内战打个没完 意味着先前中国跳出来在境内进行的斡旋 并未发挥功效 有专家坦言 缅甸的局势动荡不安 跟外部因素脱离不了关系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外部因素对缅甸政府 对战事 对缅甸局势的这种影响会比较大 比方说美国政府 是特别希望缅甸军政府溃败 但是又怕缅甸生乱 伤势 近日还有报告证实 缅甸军政府在战场上的一辆中置第二代东风猛士装甲车遭到摧毁 伴随国际军车发展和部队建设需要 东风提出机动信息火力防护四位一体概念 第二代猛士应运而生 东风猛士是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军用车辆 号称发展趋势基本上跟美国军用轻型战术车辆相同 可以应付任何恶劣的道路环境 连石块遍布的情况下也难不倒塌 中国官媒曾在节目上介绍东风猛士的特性 所以我们的防护不是硬碰硬 我们用的是巧劲 没想到这样的防护却遭缅甸反抗军摧毁 事实上缅甸媒体2022年也曾揭露 中国卖出的JF-17骁龙战机出现严重技术问题 像是雷达精准度差而且维护困难 导致大多荒废停飞或是从未参与战斗任务 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时 东风猛士也被印度士兵一砸成名 甚至还被抖出东风集团 涉嫌用低价缸替代高职缸 层层收回扣层层分赃 明明是保家卫国的军车 几颗石头就轻易刺穿 恐怕让外界对中国制造的品质 打上大大问号 今天话题面对面 我们再一次邀请到 我们台湾的好朋友 叶岛刚来到节目现场 叶岛刚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再次邀请你最主要是因为 我看到天下的一篇专访 你特别谈到你说 2024不管谁当选 当选之后都要面临的是 台日关系的重新建立和严苛的考验 这就有一点超乎我的知识界限了 因为过去我都认为台湾跟日本有什么事吗 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 为什么你会提出这样的提醒呢 我首先非常感谢 就之前读到我的文章 让我很开心了 是 那目前在日本就是我们可能是 政治新闻下面最大的报道是 主要是安倍派的这个金钱下面的一个丑闻 安倍派的金钱丑闻 就是他们用政党的这个方式来 就是用这个政治资金 来投入到自己的一个金库 那么这个检查已经开始调查 那这个对安倍派的打击非常的大 这个风暴很大吗 非常的大 那一直以来台湾关系是由这个安倍派来经营的 那安倍派是传统上面非常的清台 那么也算是对台湾来说 就是安倍派是一个靠项 那这个安倍派在的时候OK 不过两年前也大家都知道 安倍前首相 遇刺身亡 对 之后就是内部有 也想要检合内部的那个安倍派的势力 不过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生这个金钱的丑闻 所以目前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安倍派 好几年一定不会发挥到什么政治力量 未来安倍派有可能就是分裂 起码是他们的影响力会降落 那这个时候他们在过去经营台湾关系的这个部分 可能做的主导权 所以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方面应该要 就是要注意到 然后一定未来影响蛮大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注意到 这次在日本爆发的回扣金疑云 到底这个风暴有多大 可不可以让野岛刚刚稍微跟我们提醒一下 到底这次回扣金疑云这个风暴有多大 那么在日本的制度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基本上是政治资金这个部分 就是类似像台湾的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 那一般来讲是大家都要刚刚精进的 就是要需要一个透明的 所以是每一个现金 就拿到的话就一定要记载这个报告 政治报告层面 不过安倍派就用不同的方式来 把这个钱是没有记录在他们的账单上面 也就是说他收了类似像政治现金 但是他们在账上没有做记录 但是这是个案吗 还是整个派系的问题 整个派系有系统的来做这个 整个派系有系统的做假账 所以才是这个大问题 当然是其他派系 其他政治家 某种政治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有一些零星的个案 不过安倍派比较不好的事情是 他们用派系的 是有系统的来做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因为第一个就是安倍先生弱势 第二个这次的走文的影响 一定会打击 对安倍派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刚才也倒刚才提醒 台湾国际这二十年来 经营的台日关系 一直是以安倍以及安倍派为中心在运作的 那么一旦安倍派凋落之后 那么台湾有没有新的管道 新的人脉 那我们就要来看现在的当权者 叫岸田文雄 岸田派到底是 亲台 亲中 亲美 他的派系到底是走什么样的路线 这过去一直 众说分约 我在看他在当选的时候 走的是 抗中 亲美 但是也有很多的文章说 中国非常期望 而且对于岸田基于高度的期待 这就很吊诡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对他基于厚望呢 所以他是亲中还是亲美 他对台湾的关系呢 对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一些误会了 因为岸田的岸田先生是一个派系叫做红尺派 红尺派 这个政治在日本的政治里面就是有一点是新交流 或者建国会这样的一个 党内的一个派系 那这个派系 日本的政治里面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是基本上是这个派系的人有一个大家同样的一个思想 同样的这个外交政策 那传统下面这个红尺派是亲中的 因为红尺派是亲中的 非常亲中的 因为他们是一九七二年 跟中国就是大陆的建立了中日关系 然后跟台湾断交 也是主导 那个时候决定这个决策的主导是由红尺派做的 后来就是五十年 一直以来是他们是跟中国的关系 很密切 当然是日本的政治里面 不可能他是自民党的都是亲媒 所以当然是岸点是亲媒的 但是不能说是亲台 而且跟台湾的联系一直都没有很多 只有这是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红尺派对台湾是有点不冷不热的 就是一开始冷淡 很冷淡的 所以中方习近平 就是安倍先生就是走来以后 就岸点首相就是 该做一个自民党的领导 日本政府的领导 那就他们很期待就是改进这个中日关系 然后要回复到可能是安倍先生 就是他之前之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中日有所谓的中日有化的状态 不过我们目前整个的世界的处置是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局 要包围中国 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大 这是一个国际大趋势 对所以韩国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这些要包围中国的国家 是应该要我们要听美国大哥的一个 一个意见了嘛 所以是安倍先生也是要把这个部分做得好 但是同时也可以是说他有一个意图就是一直要改进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但是目前是在日本的舆论里面 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讨厌中国 西方台湾 所以安典政府在执政之后 没有办法就处理好这个中日关系 主要的原因是民意的压力 不让它 是民进舆论的压力 做进一步的改进中日关系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是用军事力量 或是经济的方式来威胁日本 然后抓起来很多好多日本人在中国大陆 所以是我们这个观感 我们日本社会的对中国的观感非常的不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安典也是做不到的 不过对台湾 我觉得这两年安典 你刚刚说他对台湾很冷淡 就是看起来这两年没有什么任何的作为 因为他基本上对台湾没有什么概念 没有什么想法 那台湾如果期待日本帮忙加入一些经贸组织 那这个难度就很高了 所以这两年 例如说蔡英文总统一直都跟日本的要就是政治家 见面的时候修台湾希望加入CPTTP 是 不过日本政府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 主要是一个理由是他们对台湾不会想要不想太多那些政治的工夫来帮台湾加入这个CPTTP 安倍的时候 如果安倍菜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的态度是明显是他们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好那你特别谈到了台日之间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关系是说议员外交 就透过议员 那透过议员呢 包括我们之前买的疫苗 透过议员 包括我们台积电到日本去设厂 透过议员 那么台日之间议员外交现在情况呢 有可能会中断吗 对就是其实因为台湾跟日本没有现实的外交关系 所以到过总共就到现在一直以来是靠这个议员外交 议员外交非常的重要 例如说那个疫苗的部分 就是后面就是帮 就让日本政府决定赶快把这个疫苗送给台湾的 都是安倍派的议员 安倍派的议员 对 那半导体的部分 也是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叫我刚立民 我听说他一月份也要来台湾 那他目前是对 他负责这个国会里面的推动半导体政策的 那他非常重视台积电的工厂 射在日本 那这个部分日本政府 大大量的很多的钱 那个送给台积电 请他来日本 那这个绝招的背后也是这个刚立民先生 那刚立民先生是安倍先生 安倍前首相的一个好朋友 新安倍派 对对对 所以是我整个过去台日之间发现过 对台湾有意义 对日本有意义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安倍派 或者是跟安倍先生 有亲近的朋友 亲戚关系的一个议员来做的 来推动的 那这些人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未来这个对台日关系的打击 真的是很大 所以野岛刚还蛮担心安倍派有可能会走向落日 已经开始落日 对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台湾 就是很快有一个新的政府 那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哪个政党来也是要需要做一个准备 然后是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开始 开始这个组成一个新的台日关系的一个战略 不然的话就是 你称他叫做托安倍派 对托安倍派 对所以是我的建议是 那未来日本政治也很快是很快开始流动化 就是到底因为安倍安倍 安倍先生的资金也很低 现在是十八 对 他的民调也很低 对所以明年有可能就是他也要下台 所以未来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日本都不知道学来执政这个新的政府 所以台湾过去是可能只靠安倍派 但是这个战略是要改掉 总之台湾不能再压狗 对对 多元化 就是跟很多朋友 可能这个比较辛苦 但是要努力一下 不然的话在日本这样子流动化的时候 如果下一个首相 也跟对台湾冒险的人来话 那就很麻烦 特别苦口婆心的提醒 没有 台日关系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当然不能免除 还要请你预测一下二零二四大选 你觉得是当选的几率比较高 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但是我就做一个第三者的观察来讲 目前是总统这个部分 当然是赖金党成员比较领先 赖金党 对对 那立委的部分 民进党不太可能过半 那甚至是 就是国会第一党的地位 也有些危险 立委的部分 所以你认为国民党的立委席次 有可能超过民进党 有可能超过 反正也许是五五波 差不多 但是两党都不太可能过半 所以是国会一定会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是 对来那个就是指导国会都不容易了 但是我就在几天在台湾进行一个自己的电业 电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 选业调查 对就发现 目前是尤其是立委这个选举的部分 民众对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很高 而且在年纪的这次就有没有去投票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问很多台湾的朋友 有没有去投票 他们就还是问我 一月十三号 野党官 你在不在日本 我问的为什么 就是我们已经买 我要去日本玩 已经买机票来日本玩 那还有日本有好多台湾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2020年的时候 他们通通买票 发钱回去台湾投票 大部分的人投给民进党 不过现在我问日本的留学生 都说这次台湾选举我不回去 不想回去 对 因为没有兴趣 或者是对民进党某种程度是有一点失望 甚至是反正是投票的议员比较低 那在这个时候台湾的投票率 2020年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五 是 那现在一定会掉到百分之七十以下 甚至是百分之六十五的可能性 在这个第一的投票率 会影响到哪一个政党好坏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 感谢也到观察 我们休息一会就回到线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世界变对面 我是阿关 陈北娟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